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兴趣的 所以决定先来北京看一看这边的打印机的效果如何 我稍微看了一下 和我想要达到的目的挺好的 尤其是它发布来的一个打印样品 是一个孔雀形状的装置品 做出来3D效果非常好 所以我也特别感兴趣 就是一直都想实际来看一下 今天有机会能实际看到这个产品 和我心目中想的效果其实是差不多的 感到非常满意 刚才我自己带了几个3D打印做出来的小夜灯 然后打印的结果是比较满足我的需求 它能够在一个圆柱体的小夜灯的灯罩上打出薄薄的一层颜料 并且保留了透光性 然后颜色也十分鲜艳 我觉得这是一个十分有潜艇的产品 并且很有可能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目前来讲我还是非常满意 对于目前的技术来讲 这是一个 虽然不能说跨时代 但是属于一种比较创新的打印方法 这个打印精度也比我思考的打印精度 脑骨的打印精度要高很多 所以具体来讲还是比较满意的 然后软件上面也提供了很多选择 过模去设置 所以总体来讲我比较满意今天的用户体验 实际体验 上面有各种纪念品的打印 包括带着客户自定义图案的纪念品的打印 然后还有可以激发用户创造思维的各种产品的打印 带有情侣双方名字 双方照片的手机壳 带有毕业班主任名字 学校名字的钢笔 还有一些把2D的图画转成3D画 3D做出来的水墨画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和3D打印结合相关的东西 比如说3D的小夜灯 或者说是取代于传统的透明的灯罩的3D带彩色的灯罩 我觉得都是很有应用前景的方便 这是一个比较不同的加工方式 也是比较变和型的加工方式 感觉这个技术的应用前景还有很多 目前来看 看了一些打印 距今有八九年的药品 它没有出现包固化打印所存在的问题 就是它会发红 我目前没有看到打印的颜色 有任何的色差变化 所以也是我觉得很不错的一个地方 刚才在公司包括创新工坊也撞了一圈 感觉总体来讲就是特别干净 然后我感觉是一个比较招心奔夺的公司吧 然后也不会很刺绊 非常的老头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良心 非常有高气的公司 我很期待和他们以后继续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